近期我的室友是九尾狐開播了 張基隆飾演999歲的九尾狐 第一集就火速地與女主角展開了同居生活 但你知道嗎?這還不是他最快的進度喔 張基隆演過的作品當中有這麼一部經典作 第一集就和女主角度過了炙熱的一夜 在這之後呢 跟對這位年上姐姐展開了沒有負擔的浪漫追求 和許多掛者之場劇卻只是在談戀愛的偶像劇不同 張基隆和女主角雖然不是世界夥伴 卻在彼此的人生最疲憊時全能成為對方的充電器 詮釋了一個真正心動和職場兼具的優質作品 跟著我一起來看看這部讓張基隆成為超級發電器的韓劇吧 最近最近快樂大家好,我是竹妮,想要追劇、聊劇、懂劇 三月望一次達成嗎?可以訂閱這頻道 我會用劇評解析帶給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最近疫情比較嚴重,我想大家應該都待在家裡追劇 這個時候最適合拿來補一些經典的韓劇對吧 看劇這幾年,有一部韓劇真的是深深的打動了我 一部直導媒體傳播職責的韓劇 從媒體影響政治圈、網路隱私、挖藝人醜聞 操作新聞去掩蓋更大的醜聞、網路霸凌、資訊侵犯隱私等等 都有很多方面的探討 而他呢,不只在議題探討上 有非常深挖媒體職責這一塊 也還是一部非常浪漫、有風趣的戀愛影集 主軸上以三個女人去承受社會、家庭與周圍人眼光的故事去推進故事 不只是探討媒體自由 也探討女性這個角色在社會中的自由度 在聊這部韓劇之前 我好奇的想要問身為觀眾的你們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情是 你認為公眾人物的隱私、媒體有權力報導出來嗎? 第二件事情是 你是否有意識的辯論哪一則新聞是你值得去點閱的呢? 好,那這部韓劇就是www請輸入檢索詞 相信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朋友就知道我非常喜歡這部韓劇 這部韓劇是由林秀金、張基隆、李多熙、李宰旭、田惠正主演 本劇以入口網站作為主題 講述網站、高層們、把關媒體自由、關鍵字以及傳播責任的故事 劇名的三個W也許就是象徵著三個女人 三位主角各自在自己的理念與人生上遇見各種難題 雖然現在還保有關鍵字排行榜的入口網站已經日漸稀少 但不得不說新聞媒體操弄議題的手法依然不變 檢索詞中有一個劇情一直讓我每每遇到現實裡面 藝人或公眾人物爆出醜聞時就會詳細這段情節 這段情節就是第四集的時候身為單紅明星的韓民奎 被爆出曾經當過牛郎的新聞 韓民奎對當時經常和他來往的UNICO入口網站的理事 宋佳金請求他刪除他的關鍵字 但宋佳金卻拒絕了 而另一方面主角們工作的另一個入口網站 巴羅在激烈的討論中 主角裴脫妹對了車前說 即時關鍵字不會為特定的對象辯護 即時關鍵字只會為現象辯護 雖然他們過去會因為妨害名譽等原因刪除關鍵字 但這次關鍵字是大眾的決定 因此巴羅也決定不刪除 韓民奎牛郎這樣的關鍵字不在首頁裡面 但這個決定過沒有多久 又有新的關鍵字出現了 韓民奎自殺 沒有三圖關鍵字的奪妹 和宋佳金馬上陷落自責 狀況一度進入到UNICORN已經將韓民奎 已死的狀態更新 巴羅方這邊開始詢問是否要更新發表 韓民奎死亡的新聞 車嫌卻拒絕了這樣的新聞 甚至很帥氣的衝到了新聞部宣布 凡是發現煽動性新聞這樣拿人品開玩笑的新聞就立刻刪除 至於醜聞的韓民奎到底有沒有被輿論給害死 就留給大家自己去追劇囉 這裡就不爆雷啦 這幾年來有多少媒體擅自爆出公眾人物的隱私事件 包含他們的私生活、性取向 最知名的事件相信有關注Youtube的朋友 應該都能夠馬上想起去年6月 近週刊也非常聳動的標題 爆出皇室兄弟的微微私生活 間接的強制微微出櫃 新聞馬上藍遍各大社群媒體 想要尋找真相的月聽人 一時之間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該聽誰的 而這件事情最直接的傷害就是 微微不曾向家裡出鬼國 在第一時間裡面因為害怕家人看到新聞 而不得不直接向家人談成自己的興趣向 有多少媒體強調新聞自由 與媒體第四權的神聖性 卻作者只是想要點閱的新聞呢? 但新聞媒體亂象難道要負責的只有媒體自己嗎? 這個市場就是一個很商業的供需市場 沒有需求就不會有提供者 人們能否辨識現在眼前這則新聞 是否有閱讀的需要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劇中後來出現了關鍵制操弄事件 有心人士為了掩蓋更大的醜聞 因而提出了誘餌 讓韓民葵成為了犧牲品 這些人利用的就是越聽人的視血性 只要夠八卦 夠性三色 夠話題 那我們想要掩蓋的東西 自然而然的就會消失在人們的眼前 在韓民葵的事件上 宋嘉金曾經對他說 也許你能夠刪除你的人生 但刪除不了網路上的內容 話裡話外也隱隱指責著 韓民葵和媒體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媒體私自曝露他人的私生活 把某個人的人生當成營生工具 我認為是不對的 但任何人也確實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除此之外呢 我們身為閱讀人 也必須認真地看待自己的點閱 確實點閱不用錢 看完一則新聞也就幾秒的時間 但也就是這個點閱的行為 才讓媒體們漸漸開始嗜血了起來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 純粹只是覺得有去娛樂去點閱他 當然這件事情上的初衷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把自己寶貴的時間 和資訊攝取的能力 花在這種為了賺點閱的新聞上 真的好嗎?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一邊看這部劇 一邊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請輸入簡所詞 他探討了很多媒體的樣貌 真的是一個身為觀眾 可以好好去思考裡面媒體私毒的部分 也探討了很多女性的議題 在此我要呼籲各位 女性們張基勇 李宅旭 李多西 真的在這部裡面魅力滿點 看過一定會被全粉 這部的編劇 全杜恩曾經擔任過寫 永遠的君主的編劇經營署的助理 看過幾千部劇 真的很少有一部 對白那麼讓人懵然心動 而且這部三條愛情線 從稚氣過度到成熟 也不會出現很多填寵劇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會喜歡這個人的狀況 我借這次的機會又看了一部這部作品 真的好喜歡喔 尤其是車鞋的男友力爆發的時候 那www請出入檢索詞 這部劇可以在愛奇上面做觀看喔 從大學時起我就開始用愛奇藝了 他也陪伴我看了好幾百部韓劇 那這一年甚至會在上面看動漫 在這上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韓劇 最近安檔的所以我和黑粉結婚了 某一天滅亡來到我家門前 我都會在愛奇藝上面看 另外張基隆和李慧莉主演的 我的室友是九尾胡言 馬上要在愛奇藝上面跟播了 兩人的CP感真的好高喔 非常期待欸 那最近大家應該都因為 疫情的關係在家裡 所以這裡我要提供給大家追劇的好康 下載連結加登錄 就可以領取14天的免費會員喔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覺得這部劇真的很值得一看 原因就是因為它有很多媒體試讀的思考 那它不只有探討 也有很多情感線跟女性的角色探討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 別忘了按下like可以訂閱這頻道 如果你已經看過這部劇了 也別忘了和我分享你的感想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這邊可以幫你拍攝什麼 month? 我們下載了 融